我生长在中国天津 我来自休斯顿 我也在休斯顿的学校念书 我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州 从来没有体验过保留地以外的生活 在全美各地的大学和高中毕业典礼上 学生们在准备步入人生新阶段的时候 考虑着自己的未来 我是全家第一个高中毕业生 我妈妈和我姨妈还有舅舅 都是后来补的高中合格症 我对移民法感兴趣 我母亲是移民律师 我从小受熏陶 现在更觉得移民法关系超级重大 我喜欢上了化学工程 能在这个领域工作我真激动 毕业生在高中和大学的不同经历 塑造了他们的特性和未来就业的选择 但对一些人来说 眼前的目标就是腾出一些时间 享受一下久违的暑假 然后准备在秋季走上新路程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到维州去念维基尼亚大学了 我要去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莫尔黑德分校 我要读社工专业 以后有可能的话还要拿个硕士学位 接下来我要在加州伯克利附属机构工作 这是个国际项目相关的工作 这毫无疑问是我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 尽管每人背景不同 但这些新毕业生有一点是相同的 毕业生的未来把握在自己手中 应该提醒年轻人 命运只会奖励那些有准备的人 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乐